第五章 常在河边走 时间流逝 转眼罗锋在燕迹大陆主大陆已经有三年 这三年中罗锋过得非常充实 一直在战斗和修炼中度过 实力时刻进步中 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反思战斗 感悟法则和受神异境 研究秘法等等 在这三年战斗15场 杀死了22名异族封侯和19名异族不朽君主 其中18名封侯 13名不朽君主都是金角巨兽分身所击杀 而地球人本尊仅仅击杀4名封侯 9名君主并且击杀封侯靠的都是事无语义 这令罗锋愈加感觉 自己还很弱 虽然自己感悟境界极快 可自己修炼仅仅数千年 向虚拟宇宙公司原始秘境借主效率虽然不如自己 可修炼数十万年 乃至上百万年 在法则感悟上和自己差距并不大 各个都是封侯层次水准 且排名靠前的二三十位 更是接近封王感悟水准 乃至最前面几位 法则感悟都达到通天桥地18层了 不过他们和科蒂的差距依旧很远很远 因为法则感悟越往后 每提升一层都难如登天 像真眼王等人困在第二十层 亿万年都无法跨入第二十一层就能看出 这越往后是何等艰难 从第十八层跨入第十九层 几乎媲美从第一层到第十八层加起来的难度 难度几何上升 所以 第十八层和第二十层看似很近 可几乎每一代原始秘境借主都有达到第十八层的 可是达到第二十层 恐怕千万纪元才出一个 这三年 罗锋倒是闯出了个名号 金角巨兽分身连封侯巅峰都能击杀 虽说击杀的十八名封侯中仅仅两名封侯巅峰 可也将金角巨兽名声给打出去了 毕竟那些封侯高等死在金角巨兽余下的也不少 这可是一般蜂王高等才能做到的 燕姬大陆强者如云 一族无数 却仅仅上千个蜂王 每个蜂王都有名号 金角巨兽每次都是银色怪兽 形象现身 鱼翼攻击威力可怕 自然渐渐有了个银翼王的外号 至于罗锋地球人本尊 在燕姬大陆上属于很普通的水准自然不显眼 罗锋在燕姬大陆的第四年 机械族虚拟世界大本营 此为卡 街道上 一高大机械族青年忽然喊道 师兄 全身主要是银色 腰间 臂膀等位置有着些许金色 乍一看 好似合金人的机械族俊美青年 正微微低头 表示尊敬 此为卡 你在域外战场收获怎么样 高大机械族青年饶有效益询问道 已经完成主人要求的51.2% 我现在正在第七战场燕姬大陆 燕姬大陆的一族强者有很多 我的效率应该还会提升 估计在击沙上千名一族封猴 就差不多完成任务了 机械族俊美青年露出笑容 机械族和其他族群有着非常特殊的区别 因为每一个机械族人在刚刚诞生时 只是智能生命作为智能生命 天生就是会认主的 在机械族内 一名宇宙尊者级的机械族人 会让一些机械族不朽认主 像混沌成主般强大的机械族霸主 照样会让宇宙尊者机械族人认主 这些认主早就进行 除非仆人某天实力超过主人 那么机械族高层会命令那主人 直接解除主仆关系 否则将永远保持主仆关系 整个机械族就是一个金字塔关系 一个宇宙之主 控制大量宇宙尊者 宇宙尊者们控制更多的机械族不朽 他们有感情 他们也会有怨恨 嫉妒 愤怒 兴奋 开心等诸多情绪 可是认主是智能生命核心的一种能力 一旦认主 那么就绝对本质上服从主人 不会有丝毫的背叛念头 或许对同族其他人有极度不满 可对主人是绝对的忠诚 金字塔的统治结构 这就是机械族 一个绝对等级森严 没有丝毫背叛的族群 也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族群 完成51.2% 此为卡 你真优秀 难怪主人宠溺你 高大机械族青年 似笑非笑 主人的恩德 我自当竭尽生命所有力量 去回报主人 机械族俊美青年 依旧很谦逊 保持一定的尊敬 很好 继续努力吧 尽早封王 高大机械族青年吩咐道 是 师兄 我定当努力 向师兄你学习 机械族俊美青年低头道 嗯 高大机械族青年应了声 便不再理会这个词维卡 心中则是暗子不愤 哼 不就是主人弱小时乘坐的飞船 智能进化出的智能生命吗 和主人有过一起闯荡生死的感情 现在也不过一个疯猴巅峰而已 凡比我们这些疯王 更得主人宠溺 哼 如果不是主人给你那么多帮助 你哪能杀死那么多一族疯猴 说得倒是轻松 估计在沙上千个一族不朽 就完成任务了 哼 真希望你陨落在域外战场 俊美青年 瞥了眼离去的那位师兄 眼眸中掠过一丝寒芒 主人收的这些仆从 特别是这些蜂王的仆从 个个仗着实力比我高 在我面前随意指点一番白谱 真是一群白痴 我和主人当年闯生死的时候 你们这些家伙 不知道在哪呢 哼 若小时一次次闯生死的感情 你们极度又怎么样 如果不是族内规矩 必须对等阶高的保持尊敬 我理都不理你们 斯维卡心中不屑 他还真瞧不起那些蜂王 主人待他如亲兄弟 他哪会在乎这些蜂王 见主人 向主人汇报去 哼 他们这些家伙 恐怕想见主人都得等机会 哪能像我这般经常见主人 斯维卡摸了下鼻子 略微昂头 朝主人所在走去 机械族制造的虚拟世界 能遍布一个星区 所以机械族疆域的数百星区 每个星区都有一个虚拟世界 虽然分散在一个个星区 可每个星区都是能和大本营进行联系 由大本营进行整体的调度 当然 只是非常繁琐 而且一般机械族人没这个资格进大本营 斯维卡 他透过机械族 在域外战场布置的虚拟世界 经历许久传输 亦是才进入大本营 这才能和他主人交流 机械族虚拟世界大本营 又叫鱼兰世界 一艘金字塔飞船 在燕基大陆上空飞行着 哈 穿着碧绿色战海的机械族青年 斯维卡睁开眼露出笑容 主人待我真好 我只要完成主人要求的80% 主人竟然又给我一件宝物 如果被那群极度的师兄们知道 估计会更加愤恨吧 不过愤恨又怎么样 一群白痴 虽然单单论本体实力 我不如他们 可是生死厮杀 我机械族本来就是利用各种手段 有主人给我的诸多宝物 底牌就算蜂王不朽也奈何不了我 把我逼急了 就是蜂王巅峰我都能重伤 斯维卡颇为自信 因为他这些年杀了很多异族不朽 蜂猴也有不少 经历无数杀戮 也铸就了自信 1 这人类借主 探测仪 投影 斯维卡下令 顿时坐在合金椅上的斯维卡 一眼就看到眼前形成的三维投影 投影中那穿着黑色战铠的人类借主 正盘膝坐在那 人类借主 燕迹大陆 竟然有人类借主 斯维卡摸了摸合金鼻子 皱眉 他的探测仪真是高端 就算是在我机械族 也得封猴巅峰才会配备吧 如果是其他一族 一般是锋王不朽才会配备 一个弱小的人类借主 竟然配备这么高端的探测仪 幸好 我的探测仪是主人赠送 比我机械族的锋王使用的探测仪器 还要高端 斯维卡一拍合金椅 直接站起 这小家伙还一直在修炼 根本没发现我 借主就有这么高端的仪器 来历肯定很大 说不定他身上就有人类的重宝 而且他很可能是人类的超级天才 就算不是超级天才 也是很可怕的背景 不过背景越大越好啊 背景越大 他身上的财富 估计就越惊人越是天才 他执军功就越高 斯维卡眼睛放光 一族强者可不会在乎 你人类天才的背景 靠界 我要击杀这位人类界主 英维卡直接下令 这艘廉价的金字塔飞船 立即朝罗锋修炼所在地飞去 所谓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 罗锋这三年 凭借探测仪 是想打谁就打谁 不想打 就屏蔽对方的探测 然而 当敌人探测仪比罗锋高端时 那么主动权就到了敌人手上了 此刻罗锋丝毫不知道危机的临近 他正奋出一丝意识连接虚拟宇宙 虚拟宇宙 黑龙山岛屿九星湾 罗锋府邸内一座私人影视厅中 罗锋 徐欣正坐在影视厅内观看着 就他们两人 比我们地球的电影要好看多了 徐欣低声道 罗锋握着妻子的手 笑道 宇宙中致力于编造影视的人才何等多 不管是剧情 还是各种虚拟技术都很精彩 自然看的人痛快震撼 夫妻二人边看边低声交谈 这是罗锋和妻子最常见的一种交流感情的方式 嗯 罗锋脸色忽然一变 怎么了 徐欣一惊 老婆 对不起了 罗锋歉意一笑 凭空直接消失 瞬间意识回归 因为现实中他已经遇到了可怕的危险 徐欣呼得站起 有些紧张忐忑 他知道罗锋是在狱外战场闯荡 不由忍不住担忧万分 唯一